这个鬼精的医生不是红包更不给患者好脸 即便农民工手掌被切成两半 他也没有一丝耐心 面对耍小聪明从门诊插队到急诊的患者 他更是一副冷眼格案官 而面对搞错医生的病人 他吝啬到连一个签字也不通了 看着即将手术却抱着电话打个不停的病人 他直接立声打 而当段指农民工想要接回被切断的手指 他却存心让他趁早死了这个心 原来这个另有所图的医生 还怕农民工四万块的手术费打了水漂 因为一旦手指死掉再做截肢又要百花五万 可如果单纯截短只需要四千块 且没有任何后续费用和生活影响 有人说他看人下菜 可他只是站在患者角度清静所学 最大程度帮病人减轻负担 冷言冷语的他虽然看似不尽人情 可他却最能干净利落地挑出问题直击要害 这样的医学天才正是急诊所需要的 路师兄他每次和接诊病人的时候 就是问的话很少但很犀利 就是每次都是直击要害 能够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患者 需要提供给医生的信息 也给患者最快的一个指导 而每次处理完患者伤口 他还会耐心地为湿地复盘和传授经验技巧 只有面对真正病情严重的患者 他才会全力以赴 换上手术服亲自上阵操刀 不尽人情的他却在此刻展示出 最专业的精湛手法 别人四五个小时的手术 他只用三小时就三下五除二解决问题 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患者的等待时间 他不善言辞不斥回口 可他却快准狠地用专业知识救人于危难 在时间就是生命的急诊室 大道之间或许就是他的救命之道